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我吃了两次饭 然后认识 这不帮我朋友找房子吗 然后他就像给自己找房子一样 长得那么精心 我觉得他挺踏实的 然后我就追了他 是因为你用心为客户服务 所以客户的朋友觉得你人比较靠谱 对 在这个小片里面我还注意到 你说了一句话说 我并不介意他的过去 你指的是什么 他比我大十岁 然后他也是离异 就是他离我婚 你说你并不介意 是吧 我不介意 但是你好像反而有点拿不准 是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他年龄还小 就相当于我那个时候的翻版 就是我感觉太冲动了 太早了 如果说冲动的话 我会冲动这么长时间吗 六七年的婚姻 都这样就也说没就没了 你说咱这一年 一年多的这种相识相处 我认为实际还是不够成熟 你说现在出的问题是说 想继续跟他相处下去 先不结婚呢 还是说不处了 因为他年龄还小 而且我现在这个事业上面 就是还差一个阶段 我想让他给我个一到两年的时间 然后我去充实一下我的经济实力 然后他在社会上也磨练磨练 他们有一种打增 因为他在社会上 但是 因为他发现实力 我就是对他那种整个阶段 我说没发现实力 那是实力的 但是你所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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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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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要把自己包装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假设我们假设你是一个负责任的 我们假设你是一个观念派老观念派的男人 我们假设我们假设你跟他在一起是你一时的冲动 现在你想对他负责任 OK 都没问题 女生我就问你 你觉得那个男人看你是什么 自己心里想吧 人有的时候啊 人有的时候啊 别人怎么评价你不重要的 你自己在做什么 你做的能不能对得起你的良心 你爱惜他吗 你爱惜他 他就一个要求 请你承认我 我是你的女朋友 为什么你就做不到 唉 自重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来这儿 我就是 我就是想 就是想要一个在你身边那个名分 把家长见了再来和你进一步下去 我不是说要求就是那么物质的一个人 我想你也知道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你也能感觉出来 但是我的要求就是见父母 我把父母见了就行了 然后能在你身边知道我这个人存在 在你的朋友和家人身边知道我这个人存在 我不想因为咱们俩的事儿 再承导覆辙一次 我感觉不行 还没听明白呢 听懂了吧 两位请回吧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 在节目当中得到图里一对一的指导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PPTV剧力 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接下来当然他们自己的一个选择时间了 我们来看看女生愿不愿意继续这种方式跟男生交往 男生愿不愿意改变一种方式跟女生试着再往前走 请开门 请开门 可是谁谁谁谁的永远